大家好,歡迎收看JanXYZ,又是我Jay 今年全球經濟都受肺炎的疫情影響 新病毒令全球經濟陷入一個低迷的狀況 就以香港股市為例,在2019年的香港股市一開始都是不錯的 當時市場都很樂觀,在慶祝中美貿易談判達成首階段協議 但是2020年1月20日,習總指出在武漢發生了一宗不明的疫情 而且是急速地擴散,要求當地官員做一些緊急的處理 結果那天港股就有高位的急速下跌,由1975點跌到28795點 開啟了coronavirus的恐慌,不過真正的恐慌是在3月中才出現 那時是coronavirus的第二波,第二波疫情令股市跌入一個紅市區間 情況比第一輪更加嚴重 甚至最近香港出現第三波的爆發,全球疫情到7月仍然處於一個未掌控局勢 疫情之下,社會又停霸了,不動 但下半年怎樣部署這個資產變得很重要 在疫境下,怎樣部署,怎樣逆境求生呢? 投資造合又應該怎樣分配呢? 今集就和大家講下四個逆境求生的另類投資策 簡單來說,在2020年下半年的市場裡可能會有很大幅的波動 但要全面修復這個失地不是那麼容易的 理由是,疫情依然嚴重打擊我們的經濟 政府要靠印銀子來提高股價 只會令到市場充滿更多泡沫,增加更多風險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下面四個點去部署 第一點,第一個建議就是,理性消費同時不要忘記儲存現金 經濟仍然處於一個衰退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看到股市表現雖然和美國經濟明顯有點脫節 但也處於一個無可否認的就是衰退的事實 目前看回香港,我們看到失業率創了15年的新高 令到不少人的收入其實同時都在減少 不過在可能的情況之下,每個人仍然應該會多消費 因為只有你有消費才可以大動到整個經濟 人人增加消費,同一時間都在推動整個經濟去復甦的階段 當然,這個情況只僅止你家有預算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個人經濟的情況已經沒有那麼好 現金儲備就不可以少,一定要留的 要為最壞的情況去做一個打算 第二個建議就是,千萬不要借孖子買高食債 投資要盡量分散開來,不要沽著一閘 一鋪扔下一個池,一鋪清袋就真的幫不了 美國聯儲局狂印這個鈔票,不斷買國債 令到優質的債券利率跌到零 這些高息債券全部都好像變成垃圾債券 又令到它的風險很大,特別是如果你是借孖子買高息債券 那風險就更加大,千萬千萬不要試 第三個建議就是,新經濟股可能會再有些炒作 美國瘋狂地引領自己的同事 錢多了,不一定代表實體經濟會復甦 Coronavirus依然在全世界遍佈之下 令到整個交通的物流都好像停頓了,沒有那麼順暢 商人又不能去其他國家做生意 旅客又不能出門,整個全球供應鏈好像斷了 很難讓他們復工的 所以不少企業的業務都不太好 唯獨新經濟企業,特別是網企呢 嘩,好像全部跳出來 加上又有5G,令到整個雲端的業務有大步的躍進 加快推動了整個新經濟股的炒作 這些都是為何這些所謂的新經濟股會不斷創下他們的歷史新高 由這些高科技股,強勢網股,醫藥股的炒風 我們會看到其實下半年仍然有機會繼續去維持 所以大家可以分散一些資金去投資在不同類型的股票上面 第四個建議就是避免在波動時令自己選手難腳 即是怎樣?眾所周知 大家都知道股市對於政治新聞和局勢發展是很敏感的 今年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只是這個因素已經可以觸發市場有大幅的波動 令投資者會很不安 下半年的投資前景可能會充滿變數 但記住要有一點就是當你真的沽出股票的時候 才會將你的虧損變成真實的虧損 如果你在波動的市場保持冷靜 留下足以應付你六個月開始的基本生活的現金或資產 即使你股票的收入減少了 都不會被迫在一個惡劣的情況下 去沽走你的股票然後去套現 避免了在下跌的時候去沽貨套現這個情況 其實你實際上有什麼損失的 因為長期來說你都是賺錢的 最後你只要有一個應急的儲備 這個就可以在未來幾個月 預留一些資金去進行一些投資 如果萬一真是股價插水 你就有機會在一個更便宜的價格 去增加你整個投資組合的倉位 而事實上這個波動的市場 不一定值得壞處都有好處的 你驚濤蟹浪嚇到你 但是如果你捉住的機會 眼光夠獨到話 很容易就可以在股市大幅波動的時候賺到錢 正所謂好像巴菲特這樣說 別人恐懼我貪婪 你抓住的時機穩定住入市 那就沒事了 今集就是這樣 想知道更多關於股票市場的資訊 就留言資訊我們 還有記得訂閱和LIKE我們 按下小鈴鐺就可以收到我們第一時間的資訊 今集就是這樣 拜拜